我用41公尺 我的宽度41公尺 我的深度1公尺 这是常常发生在下游段 在上游段的话 反而我的宽度可能是 我的宽度不可能是什么 大概10公尺的宽度 我的深度常常是超过5公尺 OK 我觉得 我觉得 你讲的东西 有一点是比较特例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去看大甲锡 跟大安锡 它的宽度比是多少 绝对大于45 绝对大于45 那它的核酸克力有多大 好 但是它比起是上游段的话 它的车克力也太便宜了 同样的 你倒是下游 尤其你倒是 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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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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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的话 下游的颗粒 一定比上游 还是下游 一定比 下游 一定比 下游 一定比 下游 还是下游 好 还是 比 我 我现在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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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如果真的是在上面的D型 的断面 我觉得 用这种东西 用这种 这种 这种规则去做的话 可能是不适合 那 这是一般的 这是一般的 的 形态 是一般的形态 我 要再提醒 OK 全台湾有四面的 但是三坡 所谓的B型的河川 是占全台湾面积的 之一 因为山坡地的 面积 它的河川 就是这样 它常常是 OK 好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讲这一套 就是不对 不是不对 不是通 不是下游的定义 不是上游的定义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定义 是把它化成 我是富士断面的河川 来讲 应该比较合理 因为它是一个富士断面 如果是一个单潮断面 就不一样 OK 所以这里呢 我继续往下讲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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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 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讲的那个断面 如果它翻身比较窄的时候 它一般来讲相对比较稳定 它比较宽的时候 它相对比较不稳定 另外一个定义是深槽比 深槽比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 洪水位的 的宽度 跟深槽的宽度的比 深槽比是洪水位宽度 跟这个河板槽宽度的比 这个越小 表示这个河川是下圈作用越厉害 下圈作用越厉害 OK 我刚刚讲了一些 自然河川的特性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湿地 湿地呢 它是水路相连地方 生态最丰富的地方 所谓湿地它是 事实上是水路相连的地方 常常会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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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是经常性或间接性被水淹没 有高湿度土壤的地方 它里面 事实上它生态非常丰富 它生态非常丰富 但是以往呢 这种看起来就有点 看起来就是说 好像不是很 很好的地 所以常常会被 被人家去堆垃圾 去做什么 去破坏掉 去破坏掉 那湿地 事实上 2007年 内治部医院队 它停了 这个75部的这个国家湿地 里面有一些是国际集的 一些国家集的 是地方一起的 事实上台湾的南部 有很多湿地 很多湿地 它这个地方像正文西口的湿地 像这个台南的四草湿地 这边都是非常出名的湿地 那以往已经有些遭到破坏 但是慢慢现在不再恢复 不再恢复 因为湿地它也是一个自然的生态的基地 那事实上 湿地 它有什么效益 有什么功能 它事实上它可以稳定水平衡 它可以防范洪水 因为湿地是一块很平淡很广泛的土地 它是在水路交界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呢 可以洪水的时候 那个地方可以制洪 可以制洪 而且呢它可以强化水质净化 里面它的生物 跟它的植物 跟端物在那边 它可以 事实上可以净化水质 那可以 是 可以 那个 緩和气候变迁 很多功能在那边 所以湿地 这个部分 通常在河川的出口的地方 尤其是台湾的西海岸 这边有很多湿地 湿地 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 基地 好 接下来我们再讲 刚刚讲的是 河川的自然特性 接下来我们再跟各位介绍一下 工程设施对河七水一的影响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认识河川自然形态 你也可以知道 人为的干扰对河川会有什么变化的时候 那我们再去探讨我们怎么设计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工程对河川设计的影响 第一个我们新建的地方 我刚刚讲过 我刚刚讲过河川 你受人为的干扰的时候 它是想办法要恢复太平洋的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新建堤防的时候 这个上面的断面是我们原来的河川形态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滴水河草 洪水来的时候 它会淹到我们的高端地上面去 那如果我们在两边做堤防 大家开始想 做堤防的时候怎么样 它把水 水域的温度减小 它减小 它本来会淹这么长 现在不能止到这里 所以它会抬升水位 抬升水位 会接下来 它会增加流速 因为断面机减小 会增加流速 在流速以后呢 它河川就会冲刷 那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的 假设是这个堤防 不会坏掉 对不对 这个冲水来的时候 会想办法 它水会想办法 把堤防冲掉 但是如果堤防很坚固 冲不掉的时候 那它会从河川底下 会冲刷 所以这就是要注意的堤防 那河道拓宽 很多小 很多牌水 很多市区牌水 因为 因为我刚刚讲了 一个自然的河道 大概只有两年了 通通明明 所以 如果市区经过 它常常会淹水 所以它就 会把 原来的渠道 拓宽 拓宽 去容纳 5年 甚至于10年 平日的洪水 但是 记住 就是说 得到 它会 想恢复它 原来的样子 所以 你这个 一拓宽以后 两边开始逸击 两边开始逸击 到最后 它想恢复它原来的那样子 所以 这个 这个也就是说 通常我们的地方政府 常常便宜算 要去输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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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 本来河道在这里 拿了两年的洪水 现在你把它变成 拿了5年到10年 再宽 放一基 一基 那个 洪水量就减少 通貨能力减少 它怕淹水 就开始输浸 所以它一定会 你有一个动作 它一定有个反应 束缩河道也一样 通常如果这个是 很宽很浅的河道 很宽很浅的河道 你想把它变成 比较窄 然后比较深 那大家要记住 你这个做完以后 这个河道 它会想恢复它原来的样子 所以你如果 这个河岸不够坚固 它就会被冲刷 但如果够坚固的话 这个河岸开始往下挖 你把水都放到这里面来 它会流速增加 那个冲刷能力就加大 加大河岸开始冲刷 那如果你的河岸的埋深度不够 很可能冲刷太深 这个河岸就垃圾 这个河岸就垃圾了 所以这个是 设计的时候要注意的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是 做燕做坝 做燕做坝 上游一定一定遗疾 下游一定行抓 你上游做变做坝 会使水流速度流速度会变慢 变慢它泥沙会沉积 那下来的水 因为泥沙含量减少 它后来 这个冲击量会大 所以这个河岸的下游一定会冲刷 这个你一定要预计到 你去做的时候 你去做这个结构 你就会预计到 它上游一定会预计 下游一定会冲刷 很多河岸里面做固传工 做跌水工也是一样 固传工跌水工也是一样 它只是 它做固传工的目的 所以你只是要降低河岸的坡度 然后减少它的速度 减少它的输拔能力 到最后 它一定会 固传工这个下游一定会冲刷 所以这个 你一做下去 你就必须要去了解 为什么一直这样讲 所以你这个固传工做下去 你如果不预计它底下 会有刷身的深度的时候 那你这个可能固传工 或者点水工 你这个买身的深度不够 你这个地方 就会坏掉 就会坏掉 ok另外 你做师弟的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去 因为我们刚刚讲师弟的目的 有几个 对 它可以 它可以保护生态 它可以当制洪 它可以进化水质 很多功能 所以呢 你在做师弟规划的时候呢 对生态跟周边的环境 一定要很了解 因为很多师弟看到的就是说 他设计的时候呢 他太重视景观设计 他做了很多人工设施 事实上 事实上 那个 那个不是师弟要的东西 他做太多 人工的设施 另外呢 他为了要去美化 或是怎样 他以来 都外来走 会造成环境的破坏 而且呢 他如果这个师弟 他主要的目的 是要水质 进化功能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去考虑到 生态不一定的环境保护 意思就是说 你在做这个师弟的时候 事实上 要知道 你做这个师弟 你所要的功能 你是要干什么 你是要进化水质 还是要生态保护 他在弄清楚 那另外一个 他比较 常常